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网易娱乐新势力 我是黄俊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带来全新专辑的杨宗伟 欢迎你先跟网友打个招呼吧 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杨宗伟 黄俊你好 你好 其实我相信很多网友很多朋友们都等了很久 终于盼来这个宗伟带来自己的这个新专辑了 是 其实对于这样专辑自己现在拿在手里 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本来这张专辑对我来讲 他就是很扎实的在做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也都很期待成品的出来这样子 那真的是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 就算是我现在跟你谈话的当下 我看到这些专辑我自己心里都觉得很开心 对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相信尊伟一直在经历 非常的去思考啊 或者去挣扎或者去思考自己的音乐 应该去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 有当初有想到会李作芬大哥后来就开始来找你做专辑吗 也完全没有没有想到 当然这张专辑不是大哥来找我 是我的老板就是去麻烦大哥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也没想到这么多 因为毕竟大哥距离他上一张帮人家制作的专辑 十多年 对 而且是全制作 我想应该也也非常久的时间了 对 所以当初的确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没有想到就是会有大哥这个选项 当然可是李中胜在我心中 包含那时候我的老板问我的时候 我都是把它摆在第一选择的 对 只是就像考试田志愿一样 我记得我以前考试田志愿 第一志愿都是自己考不上的 不敢抱那种太高的那种期望 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就是当最开始得知 这个李作芬大哥要问你做专辑的时候 那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非常非常兴奋 非常非常激动 然后 我甚至在跟大哥第一次见面之后 我都觉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感谢这样子 即便说他还没有开始去录制这张专辑 因为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有交谈 有见面的机会 对我来讲 不管事后怎么样发展 有没有录制这张专辑 我都很谢谢他了 对 所以其实当老板去 去请求他来帮忙你做这样专辑的时候 他有去考虑还说觉得 好像不错 大家来做下来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些交流 去谈了之后才开始决定一起来合作的吗 我想决定合作这个部分 我这个部分是觉得不太知道的 因为我觉得说大哥或者是唱片公司 经纪公司的这个他们之间的交流 或者是想法的沟通 一定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默契 或者是他们特殊的原则这样子 那只是在知道说确定由大哥来制作之后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面临 就是每个人 其实包含我自己 或者是唱片公司也好 因为他们计划的部分 也是要跟随着这张音乐在走 对的确是一张 我觉得比较不太 不太同于这个市场的一个 怎么讲的 一张音乐作品 对 所以当你们两个人就是静下心来 慢慢开始来去谈 你们之间的一些音乐理念也好 或者作品也好 当时你们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默契 那个时候 哇其实这真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比较微妙 比较好玩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根本没有谈什么 然后根本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面对面 大哥就坐在我的对面 然后我们这样面对面谈话 我大概过十分钟都没吐出一个字 把我想 然后大哥也觉得很无聊 你心里一种见到生人 还是会有害羞那种感觉的人 对 即便像大哥 因为其实我后来也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非常难说嘛 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对 去僵局 对 那但是真的就是觉得大哥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看到在乐坛当中这么有地位的人 然后我觉得他也很有风范的人 包括他对音乐的品位 他对音乐的要求 这些东西都让我有个压力说是不是我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话都让他觉得 诶 你这小子搞什么东西 那种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也跟他合作也会有 其实除了这个 这个想要去期待一份的心情之外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压力 就他来帮你做歌 或者你在选作品啊 或者去演唱啊 你有时候压力大吗 很大啊 就像你是要在他面前赤裸裸的坦白你 全身上下的一切给他看这样子 那其实是一种 而且我特别怕这样子 对于我自己的声音 又是在录音室 他那个空间是 非常敏感的在听觉上也好 对 那所以我会觉得压力非常大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有一些 尤其是对音乐 会有一些比较 苛责的地方 对 那每次都是当我听到曲 或者当我看到词的时候 我心里很激动 因为都 我在我的认知都认为太好了 那我可以做的 轮到我这个地方 我当然是很希望 十八般五一一定都要掏出来的 就是 那如何让我的声音跟这些词曲可以足以相称 那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 对 乐球表现 其实那时候都会反而都得到一些反效果 比较多 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例子吗 好比说其实我第一首录的歌是怀珠 那时候其实看到歌词我就 现在人哪有人说写歌词说聊情商用中医的角度 你还要导要的 然后还要加班两个月光 还要寻良方的这种 其实我看到歌词 其实那时候当下 非常的激动这样子 就是觉得就说 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唱好来这样子 好了那时候第一次也是在大哥面前唱歌 我想 是第一次唱 第一次 不能说在他面前 因为有些表演场合 我在他面前表演过这样子 但是其实在录音室里面是第一次 那很赤裸吗 我自己认为了 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我吓得非常 这个注决是我自己非常有感触 但是真的是很赤裸的面对大哥 但其实你观察的不是 他对这不仅仅是他最首歌的反馈是什么 他的一个眼神 也许一个一个一个举措 对甚至他一些皮肤跳动 我都觉得是不是我哪里又又怎么样 这样 那其实那时候大哥让我觉得比较有压力的地方 是他甚至不说 他甚至就让你唱 他不说的 对 那那很特别可怕 那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他都不说 他就唱吧 那就唱 然后好或不好 没说 那可不可以再唱 我的回答一定可以 就是我在接受指令的同时 我这个人是比较 不会拒绝 而且是会想尽办法达成这样子 可是那就会有一个矛盾点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要走哪一个方向 对 对 那他也不说 大概过一个礼拜 他就开始说 但说了也 这样唱好吗 你觉得呢 那好吧 那再下去吧 再走 再走走看 就这样子 所以过第二个礼拜 我其实那时候有一些 很挫败 就很挫败 就是不太敢唱 也觉得 怎么唱都 因为没有一个人做一个评价 因为大哥在那些地方 下面的人其实也不敢做评价 他的工作团队 那我会模糊 我会 我比较喜欢确切的东西 可是在那个时候比较没有 所以就开始不敢唱 很挫败 对 然后到最后是 不晓得该怎么唱了 就算我自己听自己 我都觉得 哎呦 有些可怕 对 有试着去跟他 去做一些 比较亲密的一些交流吗 去试试说 好好套套近乎之类的 真的没有 我们如果真的要等到就 呃 黄俊你所谓的这个 很亲密的 不要说很亲密 就是即便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很轻松的感觉 都没有 大概要到 哦 落置到一半过后 那已经费事 差不多快半年了 那前半年 我大概都是在 接受指令 而且我也 很乐意接受指令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 我可以 我努力去做 我没问题的 你就录 这样子 对 然后大哥他会问我的需求 其实大哥是一个很温暖的人 他 呃 他对音乐没话说 他严厉是他 他对音乐负责 对 那他的 当然这个东西 对他来讲也是他的 也是他的作品 他希望 歌手好好唱 这个部分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 我希望 好比说我希望 你要求十分 我可以唱到十二分 嗯 对 我自己的 对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 整首歌 真的不夸张 我们几乎每一首歌都 费时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嗯 那有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让你去 自由发挥 好好的去抓住 这个歌曲的精髓 对 所以其实在专辑的 后半段的一些制作 录音的过程当中 有两个人也会出现那种 意见不太一样的情况吗 有到 到祸起 不过我还是不说 你还是没有说 对 就有点像冷暴力这样 就是 也不冷暴力 就是彼此就是稍微 反正我觉得就是说 音乐的东西 其实相当主观 对 你很难说 见人见去 对 那就会变得就是 当我觉得这是好的音乐 好比说我们 同一首曲的好了 这个曲子非常好 建议写出来的东西 那 大哥他又希望 让我可以 因为他 大哥常常 我觉得他 知道我有写一些东西 这样子 但我对这部分 我自己没有 很确切的把握 我常说我自己的创作 本来就是不成熟的东西 就是 所以 可是大哥他觉得 我可以 所以他就会邀请我 去笔稿 这样子 那 对于这 对于如果 我写出来的东西 他 觉得不好 他是会非常 这个 很严肃的跟你讲 这个东西 真的是 不行 可是有些时候 我觉得我 我也是耗费了很 就是我很 很精细的去写这个东西 说实在的 就是我也很 很费时 费力 然后我其实也是很掏空 自己所有的 可以掏空的东西 去写这个词 这样子 那终究 不被接受的时候 会有一些失落 那失落感就会让我 因为你会觉得 大哥这个地方有点像 因为他也不说 不行 是好 还是不好 你这个东西好 但是不适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嗯 你这东西特别不好 根本不适合 嗯 那就是一个很受伤的说法 但怎么样总有一个说法 嗯 但你这个东西不行 那我就 还让大家去琢磨 对 就会 那时候就有一些 我就会比较封闭了 对 那时候就觉得说 嗯 好吧 这样子 然后 因为当你听到这个曲 每个人不同的解读 你就会有开始去揣摩 这个境界是什么 这样子 嗯 不过那时候我觉得 事后回想起来 其实大哥他对文字的功力 有他特别特别精准的地方 那绝对不是说 像我这种普通人去 去即便你真的是很很很费 费尽你自己的所有 去写这个东西 你可以去 传达出来的 这样子 我常会觉得说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情况 我觉得我写文字 是在感动自己 嗯 但是我觉得大哥写文字 他是在感动大家 嗯 好吧 我们也只能慢慢去 去体会去那个了 那其实 呃 在 录制完这样专辑之后 我看到这个 在台湾发片的时候 大哥也要去放展台 去支持你 然后 呃 现在两个人的状态 是一个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地步了 我只能说 我们就是 一直都是维持纯纯的爱啦 就是 呃 我对大哥其实 我内心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对 呃 我把他放在我内心 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 呃 基于等同于是我的 因为大哥其实年纪没那么大 但是我认为他是我的 在造的父母这样子 那 呃 我看到他总是会有一种 很温暖的感觉 嗯 那 他其实 呃 不含我跟大哥一起上节目 我们一起演出 其实他在后台呢 都非常鼓励我 然后他也导引我很多音乐的方向 啊 然后呃 我最近在听什么样的歌啦 他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分享给我啦 然后他都可以很 怎么讲 很像很像家人般的这样子 对待我这样子 嗯 专题推出来之后 呃 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 其实是不是和大哥在跟他共事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理念上的一些偏差会不会算是这样专题里面你觉得是最最大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也 也不到那样子的地步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 也许我们理念上有一些想法的不同 不过那就是针对很 细微的部分 对 而且非常少 我印象大概就是有一首曲 其他的部分就算我有一些 有一些争议 有一些觉得不对的时候 其实很快 很急速的 就是当你看过大哥这个词或者是你把这个词合在曲上 嗯 然后你去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 哎 这个东西不同 其他东西很快 我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的 嗯 大多数的东西是我看到那个词 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我要唱好来 因为没有什么争议 就是人家的功夫都做好来了 词 曲 因为那时候我们录制的时候还没有编曲 不过到最后大哥把这个编曲给我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他其实都是在他的规划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部分我没有什么争议 只有一首曲 然后会不会造成这张专辑的某种程度的影响 我倒觉得还不至于 我倒觉得那反而是一种催化 就是说 促进 对 大家会有更有动力 而且其实我反而是因为那一次之后 我说过我前半年其实是比较跟他少聊天的 但是通过那一次的时候 其实 我开始传简讯 如果不敢说我就先传简讯 开始热络起来 对对对 我反而是因为那一次 所以回过头去看的话 你觉得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你自己对于自身而言 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觉得 跟自己挑战吗 对 因为这是 我觉得黄晋你刚才说的很好 就是这个部分真的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最大的难题就是跟自己挑战 就是 应该是这么讲 就是说这张专辑真的跟我以前接触到的 听到的 或者甚至我自己的作品都有太大太大的差别 对 它等同于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样 新的里程 那我会比较担心 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 就是我没有学过音乐嘛 然后我没有什么这个乐理基础的人 我会担心 对我会觉得说 不确定 不安全感比较多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去听完专辑 听完宗伟的演艺之后 应该会有一些新的理解 哇 谢谢你 其实回过头去看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 宗伟走上这条音乐上的大路 其实还算蛮坎坷的 对 其实回过头去看一看 记得在这个参加比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获得一个人气网 大家关注非常非常多 我相信现在很多粉丝也是你最大最大力量的支持 对 那个时候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人爱唱歌的人而言 去一夜之间获得那么那么多的人的支持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心态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 我要感谢的一个 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我很感谢那时候我自己是把 我所有的精气神都放在 参赛的伙伴上 而不是在参赛的结果上 对 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 我不知道这是幸运或不幸运 就是或多或少 你都会遇到一个低潮 或者是低落的时候 那 我为什么要说不知道他是幸运或者不幸运呢 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的家庭也好 就是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是非常简朴的人 然后后来我走到了这个选秀比赛 我觉得说 我也遇到一群非常可爱的朋友 因为他们的影响 让我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就会让我觉得说 这是反而对我是最大的帮助 对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没有经历过太多调试 太长的时候 没有 因为我从比赛开始就告诉我自己就是说 你 试想 就是一个不重视比赛结果的人 那 怎么会去担心 你可以从至高点 然后 到销声匿迹这样子 因为我那时候 对我来讲 我刚才说过 除了家人 还有朋友 他们带给我的影响 让我在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很坦然 也很淡定 对 所以就是变得就是说 基本上 那时候人气王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真的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就是 我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要跟他们分享的 我比赛裁判给我最高分 他们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要把礼物都给我 嗯 就是 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对 但是这样子做一个节目 也许 我拿到这么多的礼物 本来就可以 真的不夸张 就是 满坑满谷的礼物 那为什么不 不share给大家 然后奖金一百万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这奖金一百万的话 那为什么不 不 不给大家 去 均分 那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想法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你可能吗 所以开始就会有一种想法 说你这个人是 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就是 甚至会有比较 让我觉得很负面的想法 是说 哎 你是做做的这样子 对 然后就会 呃 给我的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那时候的压力最大应该是 这方面 评论 然后就是世俗的评价 对我来讲那是压力最大 可是也刚好 呃 我的养成比较 怎么讲 本来 我说过这个过程 不断的不断的有人 跟我讲 或者有人给我影响 让我自己知道 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平凡人 嗯 然后 所以我可以啊 还蛮 坦然的去面对一切 对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去推赛风波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出来 嗯 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呃 我相信那个时候别人给你舆论的压力应该反而是你会去最担心的 嗯嗯对 不过那个时候 其实我我本来就 没有给我自己太多的压力 嗯对 我只是觉得说 呃 离开那舞台 我最舍不得的就是那一群老师 嗯 陶子姐 制作人 呃 伟中哥 詹哥 因为他们对我都非常好 嗯 那 所以那是我一个很难过的地方 对 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学习 就是对于 呃 不了解的人对我的评价 我觉得 呃 我比较没有那么放在心上 嗯 那到现在我比较可以 很开朗的去看待这一切这样子 对 嗯 比赛完之后 其实呃 就是走出那个比赛之后 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就面临着合约或者签公司的问题 对 那个时候其实自己 有有一份什么样特别自己的打算吗 那个时候都是呃 被人所安排 嗯 其实那个时候呃 即便我退赛 但是呃 各方关注还是很高 对 那时候其实我都被人所安排这样子 然后一直到这个呃 呃 合约产生问题 然后呃 我觉得 在这个阶段 我就会觉得就是说 呃 我开始了解到一些就是 有些事情不是那么单纯 不是你很直率的去面对 呃 你也不能去单纯的去看待很多人和很多事情 对 所以一切事情就变得不单纯了起来 也因为这样子我写了被遗忘这首歌 嗯 就是 其实歌词的最后一句原本是自以为的单纯 嗯 但是大哥呢 认为 因为你这样子的真诚 你才会有这样子的表现 所以这张专辑如果称之为原色的话 你也应该要保有 所以大哥呢 把最后一句歌词改为 你曾赞美过的单纯这样子 嗯 所以 我们两个人其实在阐述是同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呢 我会用一个比较 好像打草精神那种心态 嗯 因为你被人家这样子伤害过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很多事情不能那么单纯 嗯 可是大哥反而觉得说 我知道你被伤害过 但是这份单纯 还是值得赞美的 嗯 你没做出事情 你也不用担心 那 我觉得大哥透过这样子的歌词 他给我很大的鼓励 让我去 在这张专辑当中 很纯粹的 很内敛的 呃 去完成每一首 大哥对我的要求 呃 其实大家还是会提到 我以前比较 呃 哭腔也好了 洒沟雪 地狱师 这些称号 我觉得都好 呃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学习唱歌的一个阶段 嗯 不是说这些东西 呃 你现在要我唱 听说爱情回来过 你要我唱背叛 我还是会是那样子的唱法的 呃 我曾经碰过 一个访谈 他就说 啊 忠伟咱们来试试看 你做完这张专辑 那你就以 现在的新的唱法 来唱 心不了情 嗯 看看你跟以前 心不了情 什么不太一样 但是我就回答说 一样 我没变 如果你要我唱 心不了情 我还是那样子的唱法 对 只是在面对这样子的专辑的时候 大哥带领我 他这个层次 也许是更高的层次 但是不是那么的绝对 嗯 但是我宁愿说它是一个新的境界 嗯 让你去知道说 你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去表现 你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诠释 呃 延续刚刚我所讲的 因为没有学过 所以我才会去听别人唱 截取别人很多的特点 我以前唱歌 差不多都是从这样子的地方去学来的 现在很多人说 杨树伟 你现在唱歌怎么越来越像李宗盛 对于这个东西 我自己也是主观了 因为这个东西 你有去看那些很多评价 有 对 那 首先我要说可以引起关注 我觉得我特别开心 嗯 然后第二个开心的地方是 我能背出唱歌像李宗盛 哇 我超开心的 因为 第一个大哥他的声音本来就很特殊 就像如果你说我唱歌像 黄大伟 或者你说我唱歌像陈奕迅 我觉得都好 因为这算是 对我来讲是一种 保佳 赞美 对 那 呃 这张专辑可以引起大家这么多的关注 其实对我来讲 我很开心 因为 代表大家认真去听 对 估计不论听的这个 这个这个感觉是对或不对 因为至少你有认真去听 那我就觉得 这部分对我来讲 我特别珍惜 那其实绝大部分专业的乐评 在听完这张专辑 其实他们 包含我 我的微博有很多 呃 内地专业的乐评 我觉得他们都很 其实也 我其实也很感动 这样子 在这 在这张专辑 呃 的表现上 他们都可以高 高度的评价 台湾当然 当然有 很多的DJ也好 或者是呃 呃 音乐人也好 他们也非常非常 其实我我比较喜欢 就是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 我从电台走出来 就是他 他也是一个传业的乐评 立正这样子 他突然就说 他最后的结局说 我们非常谢谢 今天的音乐人 杨中伟 那 他也许他在讲这话的当下 他并没有 没有意识到 对 他他他觉得很自然 这样 可是我会觉得 你会在音乐人的 三个字 是吗 对 然后 隔不了几天 也就是说 呃 我们来听听 中文的创作 啊 今天这个非常开心 谢谢我们创作人 呃 杨中文 我那时候就会 人家里有种 时空错乱的感觉是 恍如格式 因为他对我来讲是 莫大的荣耀 可是是透过 整个工作团队 当然李仲胜大哥 那你知道我心中 会有多大的感谢吗 就是 嗯 那跟大家以前看我 或者是歌子专辑 或者是以前我在 超级星光大道 那样子的一个表现 是截然不同的 呃 我曾经受过很多 负面的诟病 然后我也是一个 呃 是非 很多的人 也许大家这么评价我 但是我在听到 有人这么说我的时候 音乐人 创作人 然后我看到很多 真的 很 汉畅淋漓的听完之后 很感动的写下这些 乐评人都不同的文字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觉得 我非常 非常激动 对 我那时候内心是觉得 对我来讲那是 真的很开心了 对 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 对 那其实在 经历那一段 合约纠纷的时候 也有很多是非的 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我相信 自己会处于一个 比较黑暗的一个阶段 是 那个时候想过 最坏的打算吗 其实我 我刚才说过 就是人生会有一些 你处于低谷的 这个阶段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并没有 太过黑暗 不能说你自己 好像没事 但是我没有太过黑暗的原因 就是我刚才说过 其实 我并没有经历过 太多的调试 的过程 因为我觉得 我都一直保有 我平凡人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我也 同时我也考了研究所 我就开始去 过我的学校生活 我没有那么刻意的 觉得说 飞走这行不可 唱歌有很多形式 然后 就算退路吗 退路啊 因为那时候 我考研究所 我觉得我也是进去玩的 就是 坦然的心态 对 就是 呃 退路当然也没有想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 我老师也好 他有叫我考公务人员啊 还有学校的老师 叫我回去当老师 因为那时候 本来也自己 也有考上这样子 所以 我选择了一个 学校生活 应该不能说退路 应该是我 我人生的一个选择 对 然后后来是 呃 在跟新的工作环境 基础的时候 我觉得 他们很多地方都 非常的敏锐 很细腻的照顾我 这样子 我才会决定就是说 呃 好好把我自己 呃 唱歌的天赋 给展现出来 这样子 对 所以经历过 这样一些歌手的一些 纠纷了之后 嗯 你会觉得 对于很多 想要去 唱歌 去参加比赛的人来说 呃 他们应该去注意些什么 或者说 对于你而言 这算是 回过头去看的话 算是一份财富吗 真的是一份财富 嗯 所以我才刚才说 我不知道算是幸运 还是不幸运 因为对我来讲 走到现在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刚刚也说过 没有三年的沉淀 也许我遇不到李宗盛这个人 嗯 对 然后 呃 所以也许你可以说我不幸运 呃 因为有同期的歌手 呃 都发挥的非常好 对 都发片啊 开唱啊 对 在这个乐坛上 有他们自己的一片天 而且那片天 也许非常大 非常光亮 非常鲜明 可对我来讲 我也可以觉得幸运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我 其实遭遇到很多人 没有办法 遭遇到的一些东西 让我可以看清 让我可以理解 让我可以很冷静的去应对 呃 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觉得 我想要给 现在 其实现在选秀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心态 不是说像 呃 像 像达人秀也是 不一定就是 你你唱歌啊 或者是你怎么样 就是 方式多远 对 就是 方式特别多远 所以我觉得说 我为什么看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说 在参加 这些选秀的素人们 他们都是以一个 最初衷 但是呢 那个初衷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 他们是最平凡 又是最真诚的心态 去表现出来的 然后呢 他们没有沾染到这个圈子的一些 一些 一些流气 一些随波主流的想法 这样子 我给他们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 日后 大家愿意参加选秀 我绝对认为选秀是一个 呃 很值得骄傲的途径 呃 以前没有选秀的时候 任何一家公司推出一个歌手 那个选择的方式 不透明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 我不会反对选秀 我支持选秀 但是我也认为 素人们呢 有素人们的价值 我常常这样讲 就是素人的世界 跟演艺圈的世界 呃 好比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看到现场有几个同心园 这样子 如果素人的同心 素人的世界同心园 是这么大的话 那演艺圈的世界 只有这么小的同心园而已 嗯 所以素人担心什么呢 对 就是根本都不用担心 最可爱的地方 就是你们最平凡 而且最真诚的地方 一定要有勇气 一定要坚持 一定不要随波逐流 一定可以 呃 把那份真诚的心 放在你的音乐上 放在你的表演上 这样子 那我也 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现在在这个 最小的同心园里面 我知道我自己 多么的渺小 嗯 与其说要给这些 选手建议 我会更建议 呃 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所所居处的世界 你看那么小 外面世界这么大 如果外面来了 不知道哪些天王天后 我们这些人 要躲得都没地方 所以我常告诉我自己 就是这么的 嗯 不能说低下 可是我们也要有一个 谦卑的心态 就是说呃 呃 素人 其实 并不素 我认为他们 其实很多姿多彩 那 演艺圈本身就很多姿 多彩了 那就要 尽情的让它 燃烧 奔放 灿烂 所以 呃 就是我现在 给我自己的心态 嗯 你刚刚说到这个 李作风大哥在那个 你遗忘这首歌里面 嗯 呃 特别 感恩那句歌词 是 也是为了这张专辑 一个点题的一个地方 是 真诚很重要 本色很重要 那其实 呃 经历了很多之后 你还会去 保持原有那一份 纯粹的音乐心情 去面对你自己喜欢的唱歌 这样一些 一个工作也好 这是绝对的 嗯 对就像我 我刚才其实很多部分 其实我都透露我自己是 我有些比较桀骜的地方 就是 呃 对于这些部分 我特别坚持 嗯 我特别坚持 我就是一个平凡人 啊 有些我看到一些评论 也许他就说 你就是一个艺人啊 我们常会觉得说 你去参加比赛就是想红 嗯 我从来不觉得 这是一个定论 对 所以我可以这么看待咯 只要是上节目参加选秀的 每一个人都是有企图性跟野性 而且那个企图性跟野性 还很不可取 因为你就只是想红 嗯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 呃 也很奇怪 我们不喜欢接受人家 太真诚 因为 如果你太真诚 我就会 惯以你一个 做作 或者虚假的一个名义 我也不喜欢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会特别坚持 我做这些音乐 我跟公司的一些交流 嗯 我觉得都保有我自己 很纯粹 很 怎么叫 面向很单一 很简单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觉得说 本来就是 从素人出生 那为什么不持续 做好素人的本色呢 嗯 对 其实说到这里 很多歌迷 应该也会非常支持 这样专辑 谢谢 呃 这样专辑 推出之后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 很多的宣传 也会 接下来的很多 新的音乐上的一些计划 音乐会有很多 很多在筹备当中 那其实我不知道 宗伟自己心里面 自己其实经历了很多之后 再重新出发 去 在乐团去打拼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其实 在我拿到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觉得 呃 我已经达成 某种程度的目标了 我就觉得 呃 有神天的感觉 真的 因为其实 有些人说歌手的目标是什么 开演唱会 嗯 开询问演唱会 而且那询问演唱会的地点 还非常好 对 那这是你的目标吗 好 开完演唱会 那又不然你当歌王吧 歌王当王 那你就 看看有没有办法做歌神 那这是你的目标吗 我后来想一想 唉 其实当神星也蛮难的 嗯 因为 我要修炼多久 啊 啊 当一个君王也很难 因为你要统领多少人啊 你要防止多少人 这个脱颖而出王 嗯 所以当王也不好 当神也不好 那当什么最好的 我觉得当 认真的人最好 认真在你自己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最好 所以我的目标呢 我应该会设定在 唱更多值得聆听的歌曲给大家 那表演的形式和场合 我不会去限定 只要能让大家听到 即便我坐在这个地方 透过网路 啊 传达给大家 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而且也是很骄傲 很酷的一件事情 嗯 对 知道中文明天也会在北京做这个正式的这个发片会 对 也会现场新歌 嗯 那也希望更别很多朋友们去现场支持你 谢谢 感谢你做客我们今天节目 谢谢 很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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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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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